實在太荒謬了 馮敬恩年番事物 還死不認錯 已經皆知學問 嘍!他還很厚臉皮 繼續說一些離譜到真正的事 我本人是沒有簽保密協議 因此我會繼續確保同學 和老師和職業的知情權 知不知自己在做什麼 喂馮敬恩 你不要在這混淆視聽 什麼叫做沒有簽保密協議 港大校委會的章程 本身已經有保密的要求 你一天是校委 就絕對有責任遵守這個規定 現在你想有校委的權力 但又不想遵守校委會的守則 邏輯錯了 連校委將其中都說 爆料者說不說這種行為 根本對被爆料者不公道 你還想繼續參與會議 繼續爆料? No way! 還有些為人私表 真是大交壞世 保密原則是什麼情況之下 另外如果那件事本身涉及公眾利益 或者很重大公眾利益 很重大公眾利益 很重大公眾利益 除了去法庭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界定得到呢? 我想沒有一個什麼是公眾利益 嘩 他知道很危残 要找身體看他才行 真是笑死人嗎 你們經常都拿公眾利益 知情權做擋箭牌 但原來怎樣界定都答不出 真是亂說當被吸 麻煩不要再用歪理合理化自己的惡行 反省下 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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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